北京时间12月2日,奥兰多魔术队主场迎战荆州勇士,此一两队正在交战当中,在首节比赛最后阶段,库里命中一季远距离三分之后,奥古斯丁左侧底脚压上眼头回应,场面十分激烈。 在距离首节比赛结束前7秒时,比勇博正面防守库里,后者尽管慢慢悠悠运球,但突然抬手命中一季远距离三分,直接沿射大各球员。 此时两队分创已经被拉大到两位数,不过坐镇主场的魔术也不是吃素的,奥古斯丁在最后一秒钟低脚接到队友传球,躲开麦考的防守。 身体在空中有一个折叠将球投出,皮球滑过一道完美弧线,直接坠入网窝,通过慢镜头回放。 在灯亮之前,皮球已经出售。 奥古斯丁对标库里让这场魔术与勇士的大战一触激发。 首节比赛结束时,勇士以46比38领先。 身为